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佛 耶鲁 麻省理工 哥伦比亚大学等多所美国名校 最近接连爆发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 继上周四 哥大超过100名学生被捕后 4月22日周一 在耶鲁大学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中 至少有47人被捕 并被控犯有非法侵入罪 据最新消息 由于冲突持续升级 位于纽约的哥大周一宣布取消线下面对面教学 所有课程改为远程授课 以缓和校区的紧张局势 据多家美媒报道 这些抗议活动已经引发了犹太学生的恐惧 此外 哥大的以色列裔教授在公开支持自己的国家后 竟然被禁止进入校园 哥大校长沙菲克周一表示 他对校园发生的事情感到悲伤 学校需要重新调整 上周三 4月17日 数百名学生在哥大校园内 搭建了约50个帐篷 发起抗议活动 他们表示 除非哥大同意从以色列种族隔离 种族灭绝和巴勒斯坦占领中获利的公司撤资 他们才会离开影地 校方多次警告 称抗议者违反了学校禁止举行未清授权的示威活动的相关规定 示威者需在17日晚上9时之前撤离 否则有可能被停血 周四 4月18日 纽约市长亚当斯表示 超过100人占据草坪超过36个小时 这违反了大学规定 亚当斯称 学生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但他们无权违反大学政策并扰乱校园学习 纽约时报报道 纽约警方18日下午1点半左右进入哥大校园 在校长沙菲克的同意下 驱离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学生 校内超过100名学生直接被警察上扣带走 纽约警方表示 这些人是因为非法侵入而被拘 目前 哥大校长宣布 所有参加抗议营地的学生都被停血 据美媒报道 哥大犹太人学生组织于22日 强烈建议有太学生回家 认为最新的事件已表明 哥大安全部门和纽约警方 无法保证有太学生的安全 最新消息 周一 哥大数十名教职工举行罢工 支持反游学生并抗议警察逮捕学生 沙菲克宣布 成立由院长 大学管理人员和教职员工组成的工作组 将在未来几天内努力解决这场危机 哥大的抗议浪潮也扩散到了美国其他高校 哥大学生被拘之后 耶鲁大学 密歇根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 也在校园里建立影帝 声援各大学生 自上周五以来 耶鲁学生一直在学校的贝内克广场举行抗议活动 社交平台流传的视频显示 耶鲁大学位于康涅迪格州的校园 22日遭示威者堵塞交通 要求学校从军事武器制造商那里撤资 每日邮报报道 警方稍后到场逮捕了47人 并指控他们犯有非法侵入罪 耶鲁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 考虑到整个耶鲁社区的安全 学校决定逮捕那些不愿离开的人 上周五 大约有200名哈佛学生 在学校图书馆前集会 声援各大被捕学生 也是在那一天 哈佛在校园门上贴出了警示牌 开始限制人们进入校园 警示牌上写着 未经许可 包括帐篷和桌子在内的物品 不得进入院内 违反该政策的学生将受到纪律处分 据报道 近期 密歇根大学 麻生理工学院 纽约大学 布朗大学等美国名校 都对抗议的学生采取了迅速明确的行动 包括让破坏秩序的学生停学 退学 甚至是报警逮捕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苏菲的新书更紧密地联系了解自己 彼此相爱 今天出版 49岁的她已经准备好讲述自己的故事 但那些期待从中寻找关于她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婚姻结束的八卦的人 可能要大失所望 苏菲和特鲁多于2023年8月宣布分居 结束了长达18年的婚姻 苏菲表示 这本书在两人宣布分手之前就已经完成并提交了 她并不想更新手稿中的任何细节 这本书部分是回忆录 部分是自助指南 新闻稿称 她邀请读者踏上通往自我认知 接受和付权的深度个人旅程 这是与出版商《企鹅蓝灯书屋》签订的两本合同中的第一本 第二本将是一本儿童读物 预计明年出版 苏菲格雷瓜尔特鲁多表示 这本书不会涉及一些人所寻求的 有关她与总理特鲁多婚姻结束的八卦 苏菲在接受时事采访时表示 我一生中遇到过足够多的人 我知道确实有人会试图找出流言蜚语 但说实话没什么可找出的 我生活在一个家庭里 我正在抚养我的孩子 你知道我有一个伴侣 真诚开放的对话 艰难的对话 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一个家庭的核心 我觉得我内心的这种平静 大多数人都能感觉到 至于那些感觉不到的人 那也没关系 我无法控制这一点 加拿大没有像美国等国家那样 设立第一夫人的官方职位 但尽管如此 当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 于2015年当选时 她还是成为了世界领导人的配偶 她对这个角色并没有太多认同 人们问我 做首相的妻子感觉怎么样 她说 我当时就像你在说什么 就好像我只是家里的苏菲 我还是原来的我 她说 尊重和爱 依然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我们互相支持 互相关心 有时家庭生活会变得一团糟 这让我们更珍惜美好的时光 本月早些时候 总理特鲁多接收了The Current的采访 被问及 加拿大政坛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 尤其是应有FK出斗字样的旗帜和贴纸 自由党领袖表示 如今社交媒体和现实生活中 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两极分化和独信 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加拿大人 在书中 苏菲写道 她的孩子们看到了这些口号 以及他们的父亲站在脚型架上 面对刽子手的海报 她还写道 有人试图对总理进行人身伤害 很难想象 你的孩子在这一切中可能会不安全或感到不安全 她称 这些言论让她感到悲伤 看到人们有如此多的愤怒和恐惧 并且我们被教导以多种方式将这种愤怒和恐惧发泄到一个人身上 这让我感到难过 据加拿大统计局2006年估计 据与海外的加拿大人为数约达400万 参议员胡元豹认为 加拿大应更好地利用这笔隐性资产 以助本国联通世界 胡元豹用其办公室的部分预算委托麦奇尔加拿大研究所进行了一项研究 于周一发表结果 发现生活在海外的加拿大人经常纳税 但却无法享受公民的某些福利 例如医疗保健和在省选中投票 海外加拿大人可以在联邦大选中投票 但在2019年大选中只有约3.4万人投了票 根据统计局数据 这些海外加拿大人中约有一半是凭借父母获得加拿大籍 三分之一是在加拿大出生 另有15%是规划入籍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的数据显示 海外加拿大人主要集中在美国、香港和英国 麦奇尔加拿大研究所的报告引用此前一些研究显示 加拿大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愿意到外国工作 但也更有可能在人生较晚期的时候回国 胡元豹认为 沃泰华应制定策略 以支持海外加拿大人充分利用他们的人脉和技能 我们可以更好地搭通世界的一个方法 就是利用我们在海外的侨民社区 他表示 沃泰华可利用这些非官方大使更好地了解世界 以便在当今地缘政治日益复杂的世界中提升加国的形象 同时 这也可以减少本土加拿大人对海外加拿大人的反感或不满 因为本土加拿大人都只在沃泰华宣布从加沙地带、苏丹或海地等有危机的地区撤侨时 才会听说这些人的存在 日前 苏丽市议会批准了2024年营运和资本预算 其中包括增加6%的地税 苏丽市长洛克在投票后迅速发表声明 称这一决定是进步的前瞻性的财务计划 因为在社区许多人资金紧张的情况下 苏丽市仍在继续扩张 苏丽最新的资本计划中包括13个新项目 项目清单包括已批准的耗资3.106亿元的Newton社区中心 他说 就资金和范围而言 这是最大的资本项目 同时也提到Cloverdale Sports & Ice Complex是优先完成的项目 苏丽又提到 因为苏丽警察局带来了财务压力 否则是否能做更多项目 他称 苏丽警察局在2023年超出预算2200多万元 警察局发言人则说 由于警察部门的运作被认为将在去年下期解散 但后来又继续运营 所以才有所谓的超出预算的说法 洛克称 如果苏丽脱离加拿大皇家骑警自设警队 该市将在未来10年花费超过5亿元 以上就是本期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